在中国古史上面一个最大的变化 那就是从商朝商人作为共主 被中人所取代 用中国文化的诗语多多过去 传统约定俗成的概念 拿去想要理解的商人 会一直不断的碰壁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文化 其实是在周人减商 然后才慢慢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 我们可以去探索 周人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长久没有改变 比如说中国的文字是怎么来的 中国的文法是怎么来的 中国的地理是如何形成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清族组织 以及环绕着清族组织而产生的这一套 基本的价值观念 这些东西如果离开了周朝 离开了周文化 没有办法理解 那弄清楚了周文化 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 更进一步的我们就明白 中国的文化跟中国文明的这个骨干 我们先把骨干弄清楚了 将来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讨论 在这个骨干之上 汉代增加了什么 改变了什么 然后到了六朝 又把原来的汉朝的这些东西 用什么样的方式经过了改变 经过了变形 又变成了什么 在第二册里是因为有两张 则几乎占了正正文书 五分之一的篇幅 是在讲孔子 不是因为我觉得孔子最重要 或儒家最重要 而是我认为孔子儒家 是最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 所以我基本上从两个角度 重新认识孔子 第一个是要复原 什么叫做王冠学 王冠学是对应于诸子学的 可在中国的传统当中 后来诸子百家 被视之为理所当然 但是诸子百家 怎么从王冠学划分出来 这个王冠学的传统 反而不见了 这个共同的起源的王冠学 是因为孔子 这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让他变成了诸子学当中的儒家 这个过程 我会在这个书里面 努力的把他讲清楚 第二个角度 第二个方式 是重新认识孔子 作为一个人 从文语 然后一路延伸到 春秋战国的 虚异多多的史料 最难得的是 我们明明是有充分的资料跟基础 可以认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想什么 他跟他的学生如何互动 他带着他的学生 如何跟这些 如何看待这些军王 跟这些军王之间又产生了什么样关系 可是很不幸的 过去在儒家 在跟政治这些复杂的关系之上 我们把孔子变成了一个样板 我也试图希望让他得知道 第一个 孔子真的非常的可爱 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 如果我们认识了孔子的个性 我们就能够知道 孔子说的很多很多的话 跟我们原来以为的不一样的 他是在思考非常具体 而且非常活泼的生命的困扰 这种困扰离开了孔子的那个时刻 离开了那样的一种封建的环境 即使到今天 对于我们到底认知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如何做人 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跟其他的人发生互动 如何去掌握人际之间的这种规范 以及分寸 都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 重新认识孔子的这一部分 他就不只是历史 他也许可以是智慧 这种智慧就有他另外一层 现实 他有他的现实价值 有他的现实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练习托り托来的 宋主席 您的社会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